大家好, 我是草根貓 試完我房間的冷氣已經壞了半年 之前聽到政府說有消費券 我就一直等,等到有消費券出那下我才去買冷氣 由於換冷氣的過程可能都會在窗口有些小工程 轉一下戒一下,房間的床褲可能都會吃到不少塵和髒東西 所以就要做些準備功夫 更加重要的是, 舊冷氣經過日曬雨淋 又有不少爵士在上面 拆進來入屋那下, 都有機會把外面一些髒的東西帶進來家 所以準備功夫就更加要做到萬無一失 今天就和大家介紹一件淘寶好物 現在就示範一下它怎樣用 之後我就分享下我換冷氣的事 這件淘寶好物就是一個透明膠簾 它非常好用 家中如果有小工程都可以用這個簾去保護你的家具 貼上去都很方便 貼一貼再拉一拉就可以把它變成一個簾 本身最頂就有一層膠紙 直接已經可以貼到東西了 左右和最底的位置 我們自己用些巢皮膠紙去貼在傢俱和地上 這樣就沒問題了 之前家裡就有些小工程 話說大廳的燈入場那組電線出了問題 燒了 廳就完全沒有燈用 好慘 要作個牆換過那組電線才行 由於作長這個工程一定會令到全屋沙塵滾滾 梳化、電腦桌這些實在不可能為了兩三天的小工程而搬走 所以我就用了這個簾 將全屋的傢俱包好它 基本上包一層都已經OK 但是我覺得小工程像這些作長的 大家最好鋪兩層就萬無一失了 今次我只是換冷氣 所以我只是在床褥和換冷氣的過程 可能會經過的一些地方鋪一層 例如房門口或者大門附近 不斷鋪一層 個人就覺得大家都可以買回一卷來看門口 因為好像我上次小工程的情況 家裡無緣無故入場電線出了問題 工程是很急的 要一兩日內進行 否則房間就會漆黑一片 由於臨急臨忙 真是不知可以在哪裡找到大量又這麼便宜的膠簾 所以買定放在家裡就最好 急起來要像我這些忽然要作長的話 都不用擔心找不到 香港就算有得買都好 我相信這些膠簾在香港買的價錢都是比較貴的 始終裝修已經要花錢了 其他開支最好省得就省了 這個膠簾移走那一刻就不會留有痕跡 如果貼在門櫃和傢俱 例如梳化那些 基本上都沒有什麼問題 你是可以移走膠簾 而不留任何痕跡 但是我建議大家千萬不要貼在牆上 因為我都幾肯定 如果貼在牆上一撕膠簾 就肯定會整花牆的 大家記住千萬不要貼在牆身上 淘寶那裡有很多不同的尺寸的膠簾可以讓你選擇 我個人認為買大一點比較好些 我這一卷就是240厘米 講回我換冷氣的事 我在豐澤那裡用了消費券 買了衛宜浦的四分之三匹冷氣 價錢就是港幣2780元 用兩個人的消費券 豐澤現在因應這個消費券 它是可以給大家分單去買的 非常之方便 至於我什麼原因選擇衛宜浦呢 其實純粹是因為我的廳都是用這個牌子 我用了一年半左右覺得OK 正正常常 所以我上間房都統一用衛宜浦 就是這樣而已 沒有什麼特別原因的 如果大家換新冷氣的話 以下這三樣東西就記得 在師傅來裝冷氣當日要付錢完成它 第一就是要收了舊冷氣機 第二就是加錢鋪一個隔音尖 在冷氣機上面 這個尖我覺得很重要的 第一它可以防止下雨的時候 雨水滴到你的冷氣機 會發出滴滴答答的聲音 有了這個隔音尖 就不會有這些噪音出現 大家下雨的時候就可以有覺好睡 第二我覺得這個功能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這個隔音尖 某程度上都可以隔到一些髒東西 畢竟 這部冷氣機在外面日曬雨 有時又有些小鳥飛過 樓上又不知道會不會丟些什麼垃圾下來 可能是丟些煙頭下來 你永遠都不會知道的 那垃圾如果掉進去冷氣機裡面 就不太好 那鋪張煎在上面 又可以隔音又可以隔了一些髒東西 不會進去冷氣機裡面 那就非常之好 那第三 這一樣東西大家是必須要做的 就是做一個防滴水的裝置 一定要做 因為冷氣機滴水是會影響到樓下的鄰居 而且是犯法 大家千萬不要忘記裝這個滴水裝置 好 現在就給大家看看這三樣東西是什麼價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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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